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您 不用客气 就是顺手做点好事而已 今天的行山任务算是完成了 小楚啊 又去做好事了 对 爸妈的遗愿嘛 给孤儿院送的货物已经全部送达 按照您的要求都是匿名 好嘞辛苦了 宿主当日获取功德值 货中救人80万点 连续二十四个月捐赠孤儿院 五百万点 两年前 父母给我留下了四句话后 便音信全无 血月凌空 打击现世 苦海何度 唯仇功德 从那天起 我就觉醒了功德值系统 可这个破系统除了能技术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宿主当前拥有功德值一万一点 已达到系统上线 唉 老爹老妈 你们在哪儿搞什么神仙实验吗 这鬼系统 到底有什么用啊 我去 怎么干事 这 这是 血月凌空 打击现世 苦海何度 唯仇功德 恭喜您 获得了原则游戏的玩家资格 既离第一次副本开启 还有 二十三小时五十九分五十九秒 五十八秒 五十七秒 原则游戏 玩家 副本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对 这不是虚拟的 是真实存在的 三十七秒 三十六秒 又怎么了 检测到宿主已拥有原则玩家资格 功德系统后续功能即将激活 功德系统的后续功能 插件加载中 功德消费功能已解锁 宿主信息更新中 原则游戏内最高货币权限已获取 消费 货币权限 原来功德系统是为了这个游戏而准备的 难道爸妈把线索留在了原则游戏里 还是先调查一下吧 您正在搜索的内容为绝密信息 请先验证您的身份信息 竟然还要验证个人信息 这到底是个什么游戏啊 玩家您好 人类安全保障局温馨提示 原则游戏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未知现象 在游戏中您可能会遇到各类出发事件 请优先保护自身安全 在保证存活的情况下 尽力完成游戏内发布的任务 如果一切顺利 您在完成任务后即可获得奖励 用于购买各种道具 秘宝甚至是特殊能力 如果任务失败 则会带来严重后果 包括但不限于抹出玩家的现实存在 请务必牢记 每一次游戏胜败 不仅关乎着您的自身安全 也关乎着人类的命运 祝您好运 埃及四伏的诡异游戏 但只要完成任务 就有丰厚奖励 看来是风险以机遇并存啊 我有功德值系统 起点应该比别人更高一些 老爸老妈是这个意思吧 看来得好好准备一下 人靠仪装马克安 我爸说的 浴室不要慌 先帅就完事了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二 距离游戏开始 倒计时 请玩家做好准备 三 那就让我看看 二 这个世界背后 究竟你们藏着什么秘密 冷静 请观察一下周围 冷静 请观察一下周围 这些人也是被传送进来的 应该就是我的队友了 老人家 您怎么样 我没 我没事 看你们几个人的状态 应该都是第一次进来的新人吧 难道 难道大叔你不是第一次参加 我可是成功通关了两次的老手 别把我跟你们这些菜鸡混为一谈 作为前辈 好心告诉你们 一旦被选为玩家 在你余下的生命里 每周都要进行一次这样的游戏 什么 每周一次 这大汉一见面就炫耀他老玩家的自律 其实应该是想树立威胁 那我就顺着他的话吹捧两句 说不定 能套出一些有用的信息 大哥 您这么厉害 肯定有很多经验了 能教教我们吗 经验 还真有一点 那首先呢 就是 不要多管闲事 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 嗯嗯 还有就是啊 一定要遵守游戏规则 如果违反 轻则受到惩罚 重则会被直接磨除 那也就是说 只要在规则范围内 做什么事都是被允许的 我说 我好像收到了一个提示 说什么新手商城已解锁 你们有吗 真的啊 我也有啊 随便看看就行了 买东西需要原罪币啊 你们这群新手 现在啥也买不起 嗯 小伙子 原罪币能用真钱换吗 啊 你想的没啊 那可是原罪游戏的专用货币 无论游戏内外都是稀缺品 我通关了两次游戏 才赚了八千点而已 货币 我记得功德值 好像获得了原罪游戏内 最高货币权限 作主可以使用功德值 兑换原罪币 兑换比率为1比10 1比10 我的功能只有一万亿点 这样送起来 那岂不只有 十万亿原罪币 打开新手商城 清新丹隐身符制魔符 价格都挺便宜的呀 嗯 这个怎么比别的东西贵那么多 白虎印 内部蕴含灵力 可用于镇压各种斜碎之物 算了 反正我签住 都买下来好了 系头 先给我兑换十万功德值 您已获得原罪币100万点 消耗功德值10万点 已获得正有清新丹身 港丁 又是一年熬十分 欢欢喜喜结大婚 红辣白竹泪如尽 新娘陪嫁不归村 这 你是谁啊 好像有人在唱歌 安静 要正式开始了 山中鬼婚即将开始 通关规则存活至婚礼结束 或成功阻止婚礼 游戏 正式开始 游戏 正式开始 这块是我的 我们也要这么吃吗 不 这里的村民哥哥面黄鸡兽 桌上的菜市却如此豪华 这不正常 这小子说的没错 几位客人 怎么不动筷子 大叔 现在怎么办 哎呀 装听不见 今天大喜的日子 几位不想给我们鞭子了 黑人 春秋 兄弟 别客气 妹妹别干坐着呀 小伙子 快吃嘛 喝一口也行 来嘛 来快张嘴 爷爷喝酒啊 快喝嘛 好 爷爷喝 你们看 爷爷喝完了 怎么才一碗就醉了 张大爷怎么样了 面色无清 血管发黑 应该是中毒 大叔 有没有办法救救张大爷呀 救什么救啊 都告诉他有问题了 还不听我的 这下中毒了 我上哪弄解药去啊 解药 我记得我从新手商城里面 买了一颗清新丹 清新丹 可解除一般的中毒效果 这丹药应该能解脱 问题是 一旦拿出来了 怎么和他们解释呢 可不救的话 会直接损失一名队友 要是因此无法通关了 可就得不偿失了 问题是 一旦拿出来了 怎么和他们解释呢 可不救的话 会直接损失一名队友 要是因此无法通关了 可就得不偿失了 小哥哥 你这是什么药啊 真的能行吗 这是清新丹 说是可以解毒 啊 清新丹 那不是商城才能对话的丹药吗 这小子不是第一次进来吗 他哪里来的原罪毕 张大爷 张大爷 您感觉怎么样 感觉好多了 谢谢你啊 小伙子 这都是应该的 恭喜宿主 你已完成今日功德任务 救援一命 获得功德值一万点 太好了 在游戏里做好事 也能掌功德 您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请注意 本次任务信息已更新 完成主线任务后即是为通关 完成支线任务可获得额外奖励 这个主线任务看起来挺简单的 至于支线任务 还是量力而行吗 喂 你们注意到了吗 刚才还在这里的那么多村民 全都不见了 我去啊 真的没了 应该是趁我们注意力都在张大爷身上的时候离开了 就是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准备干什么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不能做一代币 喂 你要做什么 我要离开这里 该死 大方被锁上了 你停下来 不可能 你干嘛 都说了不要做任何多余的事 还没吸取刚才那老头的教训吗 大哥 那群村民明显对我们有敌意 等下去只会越来越危险 哼 但现在一点线索也没有 我们又能怎么办 刚刚的任务你们应该都看到了 只要找到了新娘 我想就能找到突破口 可是要去哪找新娘啊 如果我猜的没错 他应该就在那边的主屋里 谁家的新娘会待在那种阴森的屋子里 哼 说不定屋里全是陷阱 要去你去 我可不去 其他人呢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去 我 我还是在外面跟大哥一起吧 这样也好 你们就在外面接应吧 顺带照顾一下张大爷 哼 少命令我 我们走 我去 怎么有这么多人呢 别慌 那些都是纸人 昏房白纸人 这新娘 不会害怕吗 这位姑娘 我们是被卷进这场鬼魂的路人 想要带你一起逃出去 小哥 她怎么不说话呀 在下得罪了 什么 怎么连新娘都是纸人 之前任务里明明有一条是拯救新娘 可这纸人怎么营救 如果是纸人 烧掉应该就可以了 但这样的话 未免也太简单了点 搜索一下这个房间 看看有没有能藏人的地方 好 有了 床板下面是空的 刚才老伯中途 也是她第一时间发现的 这女人不简单啊 让我看看 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啊 老家啊 地上躺着吧你们 一起用力 一 二 三 这是 地道入口 咱们 要下去吗 事已至此 没有退路了 下 似乎是个地窖啊 那边好像有条通道 走 看看去 哎 不是 扎克大姐 我恐高 你们等等我 那边好像有条通道 走 看看去 不是 扎克大姐 我恐高 你们等等我 喂 你们说这地方 你又会不会突然冒出来 什么奇怪的东西啊 有可能 都把眼睛放亮一点 我 我好像踢到什么玩意儿了 有 有意的断手 瞧吧你下的 就是个纸壶的道具而已 啊 可恶啊 吓老子一跳 但是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纸人呢 小的时候 我爸曾经告诉过我 在古代 大户人家的新娘出嫁 除了有嫁妆之外 还要有陪嫁的人 我刚才仔细数过了 这里的纸人一共是六个 在楼上的房间也有六个 我们这个队伍里 也是六个人 难道说 你猜的没错 咱们 就是这场游戏里 鬼魂的牌甲 怎么会这样 难道 这也是一个必死之局 肯定不会 但我现在倒是可以理解 主线任务为什么是存活至婚礼结束 或者是阻止婚礼了 快 我们要赶紧找到新娘 小哥 前面有上门 这是木门 我曾经在我爸的民俗笔记里看见过 按照笔记里的说法 灵魂的新娘 都会待在这里面 还真有 你猜这个是真人还是指人 看看就知道了 是真人 而且还有呼吸 能叫醒她吗 不行 昏迷程度很深 应该是被挂了药物 来大把手 先把它弄到上面再说 好 使劲 把她折上去 使劲 慢慢 放下就行了 这姑娘看着不胖 怎么这么重啊 是你们两个太虚了 你们怎么才回来 外面出大事了 怎么了 村民 是村民 他们要抗我们 大叔快挡不住了 果然是要把我们当陪驾呀 张大爷 你们有没有找到可以离开这个院子的路 我刚才转了一车 这地方四面都被围起来了 只有西边的院墙低一点 说不定能爬出去 继续待在这儿爬是不行了 带上新娘一起逃吧 好 那是什么东西 我警告你们 再往前一步 我就要还手了 少废话 你死吧 好厉害啊 不愧是老玩家 怎么回事 居然会反噬宿主 你直面了怪异之力 以解锁头剑 幻动鞭挞者 即便残响级 以折磨他人为乐 可使用长鞭攻击 每次攻击后 会对使用者造成固定伤害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 害怕别人惹事 大哥 往这边走 我们翻墙出去 他们把新娘带走了 快抓住他们 快打 去死 是我一脚 这下手可真狠 看什么 没见过女人打架 给我把他们围起来 一个也别放跑 几位 我最多还能再抗鬼使三鞭子 你们有什么保命手段 赶紧拿出来吧 那就让我来试试 这东西好不好用 那是 一切远罪并一张的镇魔符 连我都不舍得买 那小子怎么搞来的 三天师君 太上神方 杀血文传 雕血屁音 去 厉害啊小兄弟 这威力真没谁了 这下他们应该过不来了吧 厉害啊小兄弟 这威力真没谁了 这下他们应该过不来了吧 不 这魔符的作用是驱魔 这些村民虽然身体异化了 但本质还是人类 挡不住他们太久的 他不也是行人吗 怎么知道这么多 那咱们该怎么办 看来 还是只能按原计划行事 翻墙逃走 等等我 作息送 他们跑不了多远 一定还在这附近 快 把他们搬到房间里 巡逻的村民已经被我们打晕了 短时间内是安全的 赶紧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吧 已经救出了新娘 但却没有任务完成提示 难道鬼婚 还没有被阻止吗 他好像醒过来了 我 我在哪儿 姑娘 你还好吗 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吗 我叫白铃 发生了什么事 你连自己的婚礼都忘了吗 婚礼 我想起来了 我只是乘车 从这个村子旁边路过 结果被一群不明身分的人结了 说要让我当什么新娘 现在那帮人 就在外面拼命找你呢 什么 不过你放心 我们是站在你这边的 除了你刚才说的 你还能回忆起什么吗 让我想想 我还真有 赶紧把礼服穿上 我不要 你们几个搞快一点 实在不行就用药物 可不能耽误给明母娘娘送亲的时辰 是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看来所谓的婚礼 其实是只将这位姑娘 献祭给明母娘娘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通关条件吧 阻止婚礼 或者存活至婚礼结束 没错 完成任务的方式 我才可能有两种 第一 带着白姑娘躲起来 只要超过特定的时辰 就算过关 那第二呢 找到明母娘娘庙 直到黄龙 那还说什么 选第一种 可是万一 万一藏到一半 那些村民发现这里 咱们不就死定了吗 没错 相比之下 第二种方法 反而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但咱们一群人走出去 难道村民会视而不见 按我前两次的通关经验 还是苟着最保险 可以试试这个 隐身符 可在一炷香时间内 为五米范围的所有人隐去身形 你们只要靠近我 也可以享受隐身效果 浴室冷静 头脑清晰 还带着各种道具 这小子 真的是新手 外面没有人 记住 隐身范围只有五米 千万不要离我太远 他们真的看不见我呀 别玩了 赶紧走 老村民过来了 大家小心 隐身符持续时间还剩多久 足够我们避开这里的村民了 穿过这间祠堂 应该就能看见娘娘庙了 快 大家赶紧进去 时间正好 后面就没有村民了 那边有本书 我觉得 你会感兴趣 什么书 这个村子的村质 原来还有这种设定 小伙子 里面写的什么 时间宝贵 咱们边走边说吧 把手给我 谢谢 白姑娘 你听说过黑羽吗 当然 黑羽是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东西 听说是因为当今圣上无德 一心只求长生 结果闹得是全城当道 朝野混乱 这才惹得上天震怒 向下黑羽 凡是被黑羽淋过的土地 寸草不生 导致了恶票变异 有些人为了活下去 甚至不惜 也仍为是 隔壁江州 最近也下了黑羽 我就是为了求生 才逃到这里的 没想到 没想到 山里虽然没有鸡鸣 但有一大堆的 妖魔鬼怪是吧 好疼 姐 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 按村志记载 这个山村从未有黑羽降临 都是因为有明母娘娘保佑 但万事皆有代价 明母的力量 让村民们变成了 非人非鬼的怪物 按村志记载 这个山村从未有黑羽降临 都是因为有明母娘娘保佑 但万事皆有代价 明母的力量 让村民们变成了 非人非鬼的怪物 等一下 怎么了 大叔 按照我的经验 前面的明母庙里 应该会出现 这次游戏的守官人 守官人是什么 就是 最终boss 我先提醒你们 如果 谁被他赶掉 可能就意味着 彻底消失 不是吧 我可不想死在这儿啊 各位 我有个想法 或许能保证我们顺利通关 那你快说吧 根据村志的记载 我们需要 谁这么大胆子 敢在娘娘庙外逗留 行命长了吧 守官人出来了 大家小心 原来是这次的忌品 几位军事 是赶着投胎吗 我先去试试他 要是打得过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换头鞭挞着 你给我收 竟然还会吃鬼 你是龙虎山天师一脉的传人 什么龙虎山 老子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原来只是个野福禅 那倒也我就不客气了 海拐三海间 五星接触拔 收 什么 对妖刀 竟然连云子游戏的 召唤物都能吸收 好厉害 虽然品级不够 但也算是一份 难得的英才 我替娘娘笑纳了 不是吧大哥 你这么去 就输了 完了 咱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这位女基士 就是今晚的新娘吧 想不到你还挺懂事 自己送上门来了 我不是 我不是 开死 这手官人比想象的 要厉害得多 我得想办法拖住他 为老爷子争取实践 道长 祭祀的时辰应该还没到 您可否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小子 胆挺大呀 反正我们几个陪价 也没多长时间好活了 不是吗 有意思 以前的陪价 一个个都是吓得屁股尿流 像你这般淡定的 倒是少见 老爷我今天就大发慈悲 让你做个明白鬼 说吧 想问什么 这个村庄从未受过黑玉侵袭 这是您的功劳 还是娘娘的功劳 那还有说 当然是娘娘的功劳 这妙虽小 你们供奉的可是明母娘娘的本尊 那我就不明白了 娘娘既然庇护着整个村子 为何又要村民祭祀活人 你小子还真聪明啊 一下子就问到了关键 因为祭祀活人 不是娘娘的要求 而是献给本道爷的现实 成为我射魂翻的儿料吧 没人能逃得过道爷的手心 这是什么回事 道长 你冒明母娘娘之名 行伤天害你之事 难道不怕造来天罚吗 白虎印 当前剩余灵力85% 我来拖着他 你们现在按进化行动 明白 竟然是麒麟化形 你到底是什么人 普通的境外野民而已 道长 要学会睁眼看世界啊 混蛋 小子 你这法器中的灵力好像并不多呀 很好 他上钩了 待我将你法器中的灵力耗光 必将你法器拆骨 我就算死了 我就算死也要拉你一几点呗 你的法器中的灵力 你的法器灵力已经要耗光了 你的法器灵力已经要耗光了 待会儿我会好好折磨你的 耗光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是否使用一万元醉币为白虎印补充灵力 是 灵力已补充当前剩余灵力百分之百 白虎 白虎给我上 别白费力气了 这不可能 他的灵力怎么突然恢复了 就是现在 连便夹击他 这魔符 去 不好 可恶 竟敢伤了本道爷的肉身 怎么样 还要打吗 少得一忘形 这可是在我的地界上 只要 只要迷母娘娘的本尊神像完好 你的灵力就不会枯竭 对吗 你 你怎么知道 因为 都写在书里了 迷母神像乃天降神物 以本尊而生 受本尊香火 一旦离开娘娘庙 便会失去神力 我说的没错吧 谁要咱们呀 吃小片刻 娘娘就能助我恢复灵力 你们还是要死 小伙子 神像我拿到了 那是 狠狠 把迷母神像还给我 道场要去哪啊 我们两个 好像还没打完呢 你们 你们从一开始就是在拖延时间 吸引我的注意力 没错 没错 这一切都在计划之内 现在你灵力耗尽 又没了明母的庇护 应该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了吧 卑鄙的外向人 这家伙就交给你了 没吧 嘿嘿嘿 老子终有地方发现 广带 不要 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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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原罪游戏 山中鬼魂主线任务已完成 所有玩家存活 奖励结算中 我们好像通关了 我是不是看错了 没错 是真的 我想回家 好了好了 不通关了还有什么好哭的 真晦气 你再说一遍 姐 我错了姐 您别再打我了 她还没有醒过来 不会有事吧 我检查过了 生命体征平稳 应该是因为被强行剥离了召唤物 暂时失去了意识 话说 我们为什么还在这副本里啊 别急 奖励结算还需要一点时间 一会儿我们就会出去了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难道是扮猪吃老虎的老玩家 真是秘密 等到下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下次 不过 我确实是第一次进入游戏 这点我没骗人 白姑娘 你自己一个人能离开村子吗 哦 启卫恩公是要走吗 对 因为我们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白小姐可在 白灵一切安好 不知您是父亲麾下哪位将军 末将虎豹齐正为下位郭义 救援来迟 请小姐恕罪 大哥 您倒是早点来啊 这是又被传送离开了吗 白姑娘 再见了 小姐 这些人是 不知道 但都是好人 恭喜您通关山中鬼村 获得奖励五千元罪币 由于您完成了全部直线任务 以解锁原罪商城特殊物品购买权限 打开商城 灵异回复 质疑疗伤 怎么都是一次性的消耗品啊 哥们不差钱 给我来点厉害的东西啊 有了 拥火结晶 服用后有一定概率觉醒异能 黑炎 请注意 使用该道具的玩家将承受结火焚身之苦 结火焚身 不会因为要觉醒一鸣 就把小命搞丢了吧 明母神像 这不是游戏里的道具吗 三川明母神像 可通过象棋献剂其他怪异 提升神像灵力 怎么出现在商城里了 即将回归现实 请玩家做好准备 算了 先全部买了 回去再慢慢研究吧 已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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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川明母神像 回归成功 期待与您的下次相遇 已购买 已购买 储西先生 你好 我是人类安全保障局的季青林 是你 你是怎么通过游戏 找到我的真实住址的 你想多了 之前的相遇 纯粹是意外 现在还没人能控制原罪游戏 我这次是代表人安局来的 希望您能积极配合 配合什么 你跟我回局里就知道了 我确认一下 你们会不会把我前面研究 或者关起来什么的 当然不会 每位原罪玩家都是宝贵的资源 我们的工作是保护你们 那你先解释一下 那些人是干嘛的 只是一些普通的 全副武装人员而已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要是不配合呢 很简单 不不不 我就是好奇问问而已 我自己 我自己配合 很好 给你十五分钟收拾一下 我在楼下等你 我好了 上车 昨天的那场游戏经过平地 已经归为了F级的新手副本 这个等级的副本 阵亡率一般在百分之五十 昨天我们全员存活 有很大程度都是因为你 所以 人安局是因为这个找上我的 不 比你优秀的 大有人在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 你的身份 您好 请出示证件 人类安全保障局 特别行动组成员 纪清零 验证通过 欢迎回到总部 请进吧 多谢 喝杯水吧 你刚刚说叫我过来 是因为我的身份 这句话什么意思 马上会有人跟你解释的 请进 打扰了 小夕 好久不见了 身体还好吗 白叔 您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您也是玩家 一把老骨头了 他经得起这种折腾 不过是搞点关于游戏的理论研究而已 白经年教授是仁安局首席顾问 也是原罪游戏研究团的核心成员 都是虚名而已 如果不是封面两口子失踪了 这个位置怎么也落不到我头上来 什么 我爸他们也曾经在仁安局工作 看来他们真的什么都没告诉你啊 你父亲楚封面和母亲江恒礼 那可是仁安局创始元老 是他们最早发现世界的异常 并预言了原罪游戏的出现 两年前 为了搞清楚原罪游戏的运行机制 他们俩 白教授 他们俩怎么了 你倒是说呀白叔 两年前为了搞清楚原罪游戏的运行机制 他们俩 白教授 他们俩怎么了 你倒是说呀白叔 白教授 我提醒你 这些内容属于机密 不得向普通民众透露 嗯 我明白 为什么 明明是我爸妈的事情 为什么我没有全力知道 因为这件事不仅仅关于你父母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就加入我们 签下这份文件 你的意思是 让我加入仁安局 没错 这合同上怎么全是义务 你是要把我当牲口使啊 仁安局存在的意义 就是保障人类社会的安定 必要的它 甚至需要我们牺牲自己 来拯救他人 义务条款自然会多一些 不过 加入仁安局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至少 你可以随意使用这个 你竟然可以在现实中 打开原罪商城 只要加入我们 你也可以做到 但目前 我们只能对商城部分破解 所以有些道具 还是需要进入富文购买 那岂不是我的意义功德 在现实世界也能用了 我报了 你觉得老楚和红里这个儿子怎么样 虽然有一些责任感 但做事冲动 还喜欢讨价还价 我 不看好他 他还年轻 只要能力够 其他方面可以慢慢培养的 你要相信他 话虽如此 但我们的职责不同啊 你可以相信 我必须怀疑 行 您慢慢怀疑 我先走了 好了 现在大家都是自己人了 小夕啊 我还有一堆研究课题要搞 主持裴军 就让小青来吧 现在 可以说说关于我父母的消息了吗 他们还活着 我只能说这么多 其他的信息 等你的级别上去后 会知道的 看来想知道我父母的事情 就只能在这里打探消息了 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纪清凌 仁安局第二特别行动组成员 欢迎你的加入 谢谢 我叫 你叫楚希 性别男 现年22岁 无业 仁安局前首席研究员 楚风眠 与江洪李之子 最大的爱好是行善积德 毕业于帝都大学 民俗文化专业 成绩中上 取向正常 在校期间 追求校内不同女生四次 其中三次失败 一次在相处五天后 女方提出分手 理由是 停 这种事情 就不要说那么细了 你还是说说 我们的工作内容吧 仁安局最初的工作 是处理和解决 现实中出现的 超自然现象 我们称之为怪异 但现在 我们只需要 关注原罪游戏就行了 为什么 这是我整理的 各类超自然现象报告 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 除了原罪游戏 其他的怪异事件 从三年前开始 就全部消失了 根据你父亲的研究 其他怪异现象 并不是消失 而是被原罪游戏 这个巨大怪异 所吞噬 并形成了一个个 相对独立的小事情 也就是我们所述的副本 所以 我们就是要打通 每一个副本 那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其他时间 还需要处理 相关的衍生事件 衍生事件 是的 原罪游戏和现实 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它会侵蚀和影响现实 就比如 成功通关游戏的玩家 往往会获得 超乎常人的力量 这些人必须 及时发现和限制 否则会对社会 造成严重违害 这个我理解 还有吗 还有就是处理 现实中的失控副本 避免副本具象化 什么意思 特别失控副本 会降临现实世界 随着实践的推移 逐渐具象化 一旦形成实体 就会扭曲 和改变周围的一切生物 把它们变得 如同鬼怪一般 这些副本 为什么会失控 具体原因还在调查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一个副本 失败的次数越多 失控的可能就越大 难怪游戏官网上会说 失败会带来 极其严重的后果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就要由我们去找到 副本的核心 或者最终boss 将其破坏掉 也就是说 要在现实世界 通关原罪副本了 这个难度可有点大呀 完全具象化 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那之前 内部怪物都会被削弱 所以只要及时处理 就不会有大问题 基本情况都介绍完了 这是你的配枪 我还能配枪 这不会是模型吧 当然不是 不过 也不要过于依赖热武器 枪只对尚未完全具象化的 低级怪异有效 如果遇到了boss 还是需要利用规则 或者超能力来解决的 接着 别来扔了 小心走火 这个手机 你要随身携带 所有的任务和消息 都会通过它来传达 还有这块手表 你也要戴好 它会根据出现怪异的危险程度 改变面板颜色 颜色越深 就代表怪异越危险 这个手机 你要随身携带 所有的任务和消息 都会通过它来传达 还有这块手表 你也要戴好 它会根据出现怪异的危险程度 改变面板颜色 颜色越深 就代表怪异越危险 打断一下 许科长 入职培训进行到哪一步了 基本情况已经介绍完毕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是的 有个突发事件 这个资料你们看一下 准备出动 失控副本收容 难度必起 许科长 楚希只是个新人 一上来就参加收容任务 是否有些冒险 他可是特招进来的 参与收容任务 还不够 还不够 这什么情况啊 感觉像是冲我来的 自信点 把像去掉 就是冲你来的 可我根本不认识他 针对我干什么 一般来说 像你这样的新手玩家 根本不可能加入任安局 是把教授看到了你的名字后 连夜向总局局长提交了申请 要求吸纳你 而刚刚那位审查科科长许敬言 是出了名的守规矩 所以 所以 我就是被当成走后门的了呗 没错 抱歉 给你添麻烦了 算不少麻烦 我只是不想你那么快死掉而已 走吧 执行任务去 上车 把耳机戴上 这里是季清灵 我需要画廊小屋 任务的基本信息 收到 画廊小屋出现于24小时前 污染范围约1200平方米 约见六小时后完全具象化 一安排先遣队封锁现场 负责收容的小队成员共三人 领队李修阳 队员季清灵 处夕 该副本通关情况如何 根据道理 该副本累计失败六次 尚无通关记录 我需要画廊小屋的背景设定 以及先前队的报告 你赶紧整理一下 明白 除了咱们还有个领队 看来那位许科长 是刀子嘴豆腐心啊 我劝你不要对这个领队 抱太大希望 为什么呀 待会见到他 你就知道你 现在输不多了 知道我为什么说他不靠谱了吧 一天到晚就值得喝酒 你们去打桶水来 加冰 是 谁呀 林修阳 你给我清醒点 要执行任务了 青鸟 你怎么也来了 这家伙肯定是连任务信息都没看 真是太不靠谱了 带我去现场 是 话说他为什么叫你青鸟 那是我的代号 你以后也会有的 报告 前面就是降临区域了 你们就在此待命 是 为什么在这里也会出发警报 难道是有怪异出逃 不是怪异出逃 应该是扭曲在扩散 约维测算扭曲扩散情况 其他人穿防护服 穿防护服干嘛 防护服能减缓人体被扭曲影响的速度 那我们不用穿吗 我们是玩家 不会受到扭曲的影响 青鸟姐 经过对比计算 镜像小屋正以每小时五十米的速度 扩大扭曲范围 并且有加速的趋势 加速扩张 这可不是好兆头 你立刻向上汇报 要求提升危险等级 是 你们两个刚刚都听到了 这里的情况比报告上说的要更糟糕 所以我建议将这次行动的目标 从收容改为调查 如果遇到危险 我们就立刻撤离 什么情况 他怎么突然消失了 什么情况 他怎么突然消失了 纪青铃 是我 楚希 收到请回话 李队长 青铃姐的定位信号消失了 联络也中断了 看来是被传送到其他空间了 原委 先险队前期调查的时候提到过空间问题吗 先险队的确遭遇过轻度时空错误现象 但从未出现过空间转移 一定是副本规则出现了变化 我建议你们立刻撤出副本区域 等待支援 嗯 我同意原委的分析 咱们撤吧 不行 七七零已经进去了 而且这个副本 马上就要聚相化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就这么跟进去 原委 镜像小屋副本的背景信息 整理得怎么样了 相关线索一共有三条 其一 船间画廊曾经由一家三口经营 后来三人离弃失踪 画廊就此荒废 其二 画廊附近一直存在人口失踪的问题 同时画廊内还会莫名出现新的游化 其三 先遣队曾在画廊内遭遇了一名游魂 枪械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初步判断 违该副本的最终boss 看来是游荡的怨陵 把附近的居民都变成了游化 只要找到怨陵并除掉 应该就离通关不远了 打开怨罪商城 有没有能克制灵体的道具啊 阴桶 开启后可观察到灵体 以及灵体残留的痕迹 这个应该用得上 你们两个一定要跟紧我 千万别掉队 人呢 楚西 李修阳 你们去哪了 我这是 遇到空间折叠了 楚西 我们已经进入副本内部 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听到 看来传送规则并不是对所有人生效 也就是说 我们和季青林 现在处于两个平行的时空 你们终于来了 是谁 从这边 他怎么钻进那幅画里了 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是队长 请走前面吧 别怕 这个世界是没有鬼的 要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那你解释一下 他是怎么来的 不过是以幽灵形态出现的怪异罢了 他为什么要把我们引领到这幅画面前呢 或许是想提醒我们 画中的这个男人 才是副本的元凶吧 有东西过来了 这可能是先前队汇报里 遇到的游魂了 小心 取魔剑 剑魔剑 什么福路啊 卡文道友失从河门呢 道友 你不是个唯物主义者吗 抱歉抱歉 在天使府待久了 养成习惯了 这么容易就被击碎了 看来不是副本核心 不好 这家伙还会复活 还打吗 会复活还打个屁啊 先跑 已经走了快二十分钟了 怎么还没到头 有人来了 小姐姐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你认识我 不不不 我刚刚遇到了你的同伴 他们在找你 很着急的样子 我的同伴 对啊 一个很帅的小哥 和一个最虚虚的大叔 你在哪儿遇到他们的 嗯 就在前面不远的一个画室里 你快去找他们吧 我要回家了 你可能回不去了 为什么 这里发生了空间折叠 这门已经出不去了 我不信 大门明明开着的 我怎么回来了 我说了 这里发生了空间折叠 出不去的 不要啊 我晚上还有粉丝见面会呢 我怎么回来了 我说了 这里发生了空间折叠 出不去的 不要啊 我晚上还有粉丝见面会呢 粉丝见面会 你是网红 对啊 我就是听粉丝说 这里有灵异事件才过来的 咱们现在的情况 就和故事里的一模一样 什么故事 传说这间画廊的男主人 是一个嗜血的疯子 在伤害了亲眼之后 就失踪了 在那之后 凡是进入画廊的人 都会永远的迷失在画廊里 直到他们遇见那位 发狂的父亲 成为新的牺牲品 你是不是少讲了点什么 啊 那些被父亲伤害的人 并不是自愿进入画廊的 而是被他女儿骗进来的 对吧 怨离小姐 你是怎么发觉的 从一开始 我就知道你有问题 这里早在一天前 就被先前队封锁了 普通人根本不可能进来 而且 我的两个队友 和我根本不在同一个空间 你更不可能遇到他们 除非 你就是这界市的始作用者 雷姬 陈定云 啊 啊 啊 父亲 不会放过你的 不好 是什么不意 就这么跑了 小不声消失了 会不会是他也躲起来了 等着我们出去呢 应该不会吧 那玩意看上去没什么智商 走吧 去调查一下 那个怪物的来源 你知道他是哪来的 刚刚咱们逃跑的那段时间里 我们一共击毁了 那个怪物七次 除了第一次 是我们共同出手之外 他又分别被我的镇魔符 和你的驱魔剑 击醉了六次 你击得可真清楚啊 然后呢 然后我就注意到 他每次复活前 都会有一股 外来的能量出现 你能看到灵体的能量流动 对 我在商城里 购买了樱桃 我瞧 这小子什么来头 居然买得起樱桃 跟我来 能量就来自于二楼 啊 来了来了 应该是这个房间没错了 这房间好奇怪啊 怎么挂了那么多幅 同样的画啊 可能是为了迷惑我们吧 那幅画有问题 我们过去看看 这后面还有空间 小心点 千万别惊动了怪物 你看 那是什么 居然还有防护墙 看样子啊 里面是某种祭祀仪式 镜子作用 大概类似于 现在的监控探头 我说的是镜子里面的画面 我去 青鸟 你有办法破坏掉这个祭坛吗 可以试试 吃那防护粮 朱鞋退散 不行 有这防护罩在 没法从我们这边破坏掉 看来本体 是在寄青鸣那边 可是 要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呢 哎 我有一个技能 叫做罪梦神机 可以随意穿梭空间 不过嘛 不过什么 不过 我需要饮酒之后才能使用 但是现在吧 这个可以吗 罪先酿 一千二百点元醉币 酒是好酒 但是不够 这个 帝王醉 四千点元醉币 勉强吧 还有这个 穷江玉叶 六千点元醉币 够了吗 够了够了 太够了 怎么又开始复活了 难道是我攻击的方式不对 季青链 季青链 李修阳 你怎么过来的 这个不重要 你面前这个怪物 我和楚西也遇到了 会无限复活的根本打不死 那要怎么办 你需要找到 为这个怪物提供能量的祭坛 然后破坏掉 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它 祭坛呢 就在画廊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我现在带你过去 明白 你需要找到 为这个怪物提供能量的祭坛 然后破坏掉 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它 祭坛呢 就在画廊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我现在带你过去 明白 就是这里 想进去 走 快捂住耳朵 我是灵体 怎么捂啊 手 不是吧 我这也太倒霉了 刚过去就被秒了 生母快就回来了 灵体被干掉了 不过已经把信息告诉了青鸟 我说啊 你撕这些范儿干嘛 因为我发现 每幅画的下面还藏了一幅不同的故事 你先看看我身后这幅 画中的女儿 好像在修习一种黑暗仪式 这位被祭祀的 好像就是那位父亲 没错 你再来看看这幅 女儿的脸上 看不出任何的惊恐和担忧 所以 你是觉得女儿才是幕后真凶 你要利用阴童找到和她有关的那幅画 对 怨灵不可能凭空存在 一定有幅画是她的本体 可万一 这幅画也藏在青鸟所在的空间呢 如果你是怨灵 你会把破题的关键 都藏在同一个地方吗 有道理啊 那还不赶紧呢 再撕了再撕了 终于把这家伙干掉了 那又能怎样呢 我的父亲可是不死之事 这下看你死不死 不 什么情况 怎么都走了 你们两个快把你祖国放下 如果我不放呢 去 给我干掉他们 杀 去魔剑 再来 我说 你真的跟季青灵交代清楚了吗 这东西怎么还在重生 差不多吧 就看她能不能找到祭坛的位置了 这个你先拿着 防身用吧 这是 中天法器白虎印 你怎么会有这种宝贝 啊 父母留下来的遗产罢了 小心 又来了 无妨啊 又中天法器在 我们还能再扛一会儿 复活停止了 太好了 应该是青鸟那边得手了 起来 你给我起来 别叫了 她这次是真的死透了 你还有什么疑言吗 没有的话 我可就要动手了 她 她又想跑跑 拦住她 交给我 腹灵带 收 这一下看你往哪儿跑 你怎么把她抓起来了 我想带回去研究一下 那可不行啊 咱们是有规定的 在收容任务中 勤获的所有怪物 必须上交 不能私自持有 一箱最尖尿 你就当没看见 如何 这 虽然你的提议很诱人 可是我回去还要写任务报告呢 这怪异没了 我交不了差啊 三想 不能再多了 成交 那报告怎么办 怪异是被我的驱魔剑诛杀的 神魂俱灭 死的不能再死了 没想到你们两个 居然有这种爱好 你误会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原位 跨廊的空间异常已经消失了 周围的扭曲情况怎么样了 目标区域的扭曲能及 正在急速下降 趋劲一小时内就可以恢复正常 收到 好了两位 我们可以收工了 回家了 目标区域的扭曲能及正在急速下降 趋劲一小时内就可以恢复正常 收到 好了两位 我们可以收工了 回家了 报告我已经看到了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这小子是个好苗子 头脑灵活洞察力强 而且很有正义感 很值得培养 不过嘛 他身上的秘密也不小 你得慢慢吧 你是说那些所谓的父母遗产 嗯 我觉得可能不止这些 不过我也没有任何证据 只是感觉而已 明白了 这次辛苦你了 李秋阳同志 嘿嘿 应该的 为组织效力嘛 不过您答应我的事可别忘了啊 啊 吃一觉睡得真爽 唉 距离下次原罪游戏开始 还有五天 该干点什么好呢 帮我出去 帮我出去 对啊 可以把它喂给明目娘娘试试 娘娘 这几天 让你待在纸箱里实在抱歉 虽然我不能给你血迹活人了 但是从副本里抓到的怪异 我都可以交给您 就是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小子 你要干什么 快点带我离开这儿 喂之后嘛 喂 女女喂 你好主席哥哥 我是你的专属联络员兼情报分析员 封信子 封信子 渊伟呢 渊伟可是七鸟姐姐的专属联络员哦 你们怎么都喜欢用代号来称呼别人 当然 是为了保护你们的人身安全啊 你在培训课上没学过吗 我的培训课还没上完 就被叫出去执行任务了 怪不得七鸟姐姐让我叫你的名字 但是为了安全 我以后还是用代号来称呼你吧 可以是可以 但我好像还没有代号呢 代号在进入人安局的时候就已经分配好了 我这边可以查到 你的代号是 竹龙 等等 怎么还有一个叫竹龙的 信息居然还是加密的 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神明 搞定 另一个竹龙的真实姓名叫楚风眠 目前状态是疑似叛逃 什么 楚风眠疑似叛逃 至少系统是这样显示的 坏了 我好像违规了 我得先挂了 不然系统也会追查到你的 晚点我们再联系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爸妈他们是创始元老吗 但如果判斗是真的 那许静岩对我的态度就可以理解了 这么快就搞定了 喂 是方信子吗 我是季清灵 啊 原来是你啊 有事吗 我刚刚让人把原罪游戏的相关资料 给你送过去了 你务必再进入下个副本前 全部看完 知道了 事情是一件接一件啊 来了 竹龙同志 这是青鸟为你准备的学习资料 请认真阅读 辛苦你了 根据仁安局目前掌握的情况 原罪游戏中出现的怪异 一共分为五档 最弱的是残响级 全都是受扭曲影响产生的怪物 只有C级副本才会大量存在 然后是骑士级 这类怪异至少掌握了一种特殊能力 会成为B级或A级副本中的boss 主教级怪异 会具有会灭心的力量 只出现在S级副本中 不建议未觉醒能力的玩家正面与其对抗 到了圣殿级 怪异往往会掌握规则之力 即使觉醒了能力 也不要轻易招惹 至于天灾级 目前还没有目击报告 但有证据证明他们的存在 虽然我已经经历了两次事件 但全部都是靠从商城购买的道具应付过来的 那按照这份资料 尽快觉醒属于自己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事情都搞定了 唉 我跟你说刚刚吓死我了 事情都搞定了 唉 我跟你说刚刚吓死我了 一下子来了三十多号人全都在查我的IP 唉 幸好我这次藏在了垃圾数据里 不然肯定要被抓了 那你现在还能打开刚才那份 关于楚风眠的文件吗 大哥 我刚摆脱追查 你是想让我死啊 我是真的需要知道 他为什么叛逃 怎么 你认识这个楚风眠 他是我爸 什么 我现在想去自首了 来不及了 为什么 第一 代后内容是你主动帮我查的 对吧 是 第二 破解机密文件是你一个人做的 对吧 是 第三 你破解了之后 还选择了逃避内部搜捕 对吧 我 完了 全完了 我肯定要被当作判到头火了 哈哈哈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悲观 我爸毕竟只是疑似叛逃 而且任安局还把作为儿子的我招了进来 所以你只要做好我的联络员 就不会有问题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咱们两个现在也算是有共同秘密的亲密队友了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会再帮你查加密信息了 那帮我查查如何觉醒灵力总可以吧 这个简单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灵气其实和所谓的魔力 斗气 念力并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人体被扭曲变异后 产生的一种能量 只要能找到合适的物品 你就可以觉醒灵力 那如果我想快速觉醒灵力 有没有什么辩解的方法 可以通过原罪游戏购买觉醒道具 如果觉醒失败就多是几次 明白了 有问题我再联系你 看来只能试试这玩意儿了 希望能一次成功吧 嘿嘿 你别说 这口感还挺像巧克力的 我的肚子 好疼啊 检测到永火结晶正在改变速度体质 灵力觉醒中 这我都知道 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宿主当前结果的清合度为5% 觉醒成功率几低 建议提升体质 意思是提升体质就能增加清合度了 打开商城 买 买 我全买 清合度多少了 由于宿主体质提升 结果清合度提升至7% 有用就行 百分之七十八 百分之七十八 百分之九十二 恭喜宿主觉醒成功 获得异能黑眼结火 差点撑死我 检测到宿主已觉醒灵力 助力商城即将开启 助力商城 助力商城将在您进入副本后开启 可购买当前副本世界使用的物品 包括单部限于本地货币 特殊信息道具等 这个功能很实用啊 能大大提高通关概率 只可惜要进了副本才知道会卖点什么 我说你们几个要不找个地方先坐会 就这么盯着我 我心里有点发毛 抱歉 对了有规定 必须如此 你就别难为他们了 他们的工作就是记录行动组人员进出副本的情况 可万一我进入的副本突然失控 降临了怎么办 嗯 立刻向上汇报 然后等待救援 这工作也太危险了吧 没办法 为了民众的安全 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有一点我一直没搞明白 啊 什么 待会进了副本 我们又不能通话 为什么要让我戴耳机啊 当然是现在让我陪你聊天 帮你稳定情绪缓解压力 提高通关的可能呀 哈哈哈 我谢谢你啊 原作游戏即将开始 请玩家做好准备 主龙已进入副本 所有人员进入戒备状态 这是在大巴车上 主龙已进入副本 所有人员进入戒备状态 这是在大巴车上 几位队友 下午好啊 队友 小妹妹 你进来之前 没看到游戏介绍吗 我以为 玄罪游戏就是个恶作剧 这可不是什么恶作剧 烧不留神 是真会死掉的呦 那 那我要怎么办 放心 你只要听话 哥哥会保护你的 你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先找点乐子 我说 差不多行了 欺负一个新手 算什么办事 你算那根错 凭什么管老子 就凭这个 黑眼接火 认识就好 现在大家是队友 我希望你能收敛点 否则 否则怎样 我说两位 能不能看在我天涯会的面子上 搁置争议 握手言和 天涯会 那个华国最大的异能组织 我没问题 好 他那边交给我来处理 看这位老兄的表情 应该是听说过天涯会 那可否给我个薄面呢 当然 当然 那咱们过去道个歉 应该的 应该的 两位 对不起啊 刚刚是我太冲动了 好好好 画干戈为玉伯 这样才像是队友吧 好 好 顺便介绍一下 在下诸葛光 这位是小刀 我的同行者 也来自天涯会 同行者 难道说原罪游戏 还可以组队进入 这位小兄弟 你手上戴着的 应该是人安局的怪异检测装置吧 诸葛先生好眼力 在下 任安局 烛龙 这人 不简单啊 检测到玩家拥有助力商城权限 是否立刻开启 开启 全部购买 已购买绿色钞票 已购买十三区调令 已购买中心医院建筑图纸 一个男人死了 尸体埋在坟墓 没人找到灵魂 一个男人死了 多了一个恶魔 烧了一座小镇 清水镇车站到了 各位请下车 游戏《恶月当空》即将开始 通关规则 查明清水镇约翰身亡的原因 并解决幕后黑手 任务背景 作为超自然收容组织十三区的密探 你们奉命调查一件离奇的命案 为了方便行事 你们全都伪装成了FBI 双重身份 而且还是达城市任务 这次的副本难度不低啊 先生 达城市任务是什么 你们几个有人知道吗 之前你们经历的副本 通关条件都是 存活到某个事件结束 对吧 这种就叫做存活式任务 虽然看上去十分休闲 但不管是拖还是躲 只要能活下来就可以通关 而达城市任务不同 需要玩家去主动探索 并完成目标 否则副本永远不会关闭 不过话说回来 这才是小刀的第三次副本 而且还有一个新人妹子 就算是有我通行也不该出现达城市任务 除非 除非什么 算了没什么 我们还是专注任务本身吧 目前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是约翰这个人名 就先从他开始调查吧 调查 直接去警察局查档案不是更方便吗 不行 我们是冒派的FBI 万一录像就麻烦了 嗨老兄 我是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 想做一篇关于约翰事件的报道 你能带我去他家里看看吗 滚开外想人 我可没时间陪你掀逛 现在 您有时间了吗 掀着也是掀着 我就带你过去看看吧 滚开外想人 我可没时间陪你掀逛 现在 您有时间了吗 掀着也是掀着 我就带你过去看看吧 这儿就是约翰的家 他为什么会住在离镇子这么远的地方 那家伙脑子不太好 又是外乡人 所以就被安排在这儿 你先跟他继续聊着 我们进屋看看 好 老兄 你能从头开始跟我讲讲 约翰的事吗 他和他的妻子 是十多年前办到清水镇的 没过多久 他们就有了一个女儿 但那个孩子有点奇怪 从来不和其他人说话 哪怕是被人欺负 也一声不吭 约翰认为 是他染上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 开始找各种各样的人 来给女儿去磨 但这一行为 也完全激怒了他的妻子 然后他就带着女儿离开了约翰 自那以后 约翰就开始神神道道 再然后他就突然死在了家中 那你知道约翰是从哪里搬来的吗 啊 他来自黑水镇 那可是个不乡的地方 我劝你离那个地方远点 喂 你们几个外乡人 来清水镇干什么 警官你好 我们是记者 想做一篇关于约翰事件的报道 哦 记者 把证件拿出来给我看看 先生怎么办 咱们被警察发现了 别急 看看他怎么处理 这是什么东西 钱 这个证件 您还满意吗 满意 很满意 警官先生 您一定知道不少 关于这个案子的细节吧 那当然 那能不能透露一些给我们呢 我这儿还有好几份证件呢 没问题 你在这等着 我回去给你拿卷综合证物 哈哈哈 这太方便了 先生 我们以后也准备点美金什么的吧 好啊 但是你有办法带进副本吗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 虽然我不清楚他用了什么办法 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达成式副本了 那位警官回去帮我们取卷宗了 你在屋内有什么发现吗 有 小刀通过死者的遗物回溯到了一些画面 他看到 约翰是自己把自己织解的 什么 他是自杀的 不 小刀只是看到了他自杀的画面 幕后真凶肯定另有其人 不然我们也不会来到这里 那位牛仔大叔有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 死者约翰是外乡人 来自黑水镇 据说那里是个不祥之地 我猜测幕后真凶可能也来自黑水镇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去黑水镇 不着急 先看看那位警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线索 来了 东西都在这儿了 但是你们只能看不能带走 明白 金刚你先把箱子拿进去 好 这个您收好 这都给你 法蒂莱奥医疗中心 主刀医师约翰 兄弟们快看这个 黑水镇法蒂莱奥医疗中心发生实验事故 患者汤姆索勒斯不幸身亡 主刀医师约翰忽然消失 时间是十年前 刚好和他来清水镇的时间对得上 我这儿有几页约翰的日记 日记上说 他在黑水镇被一个恶灵缠上了 所有参与过实验的人都死了 就算离开了黑水镇 我还是能看到他 很快很快就要轮到我了 我明白了 我也明白了 警官先生 您可以把东西带回去了 这么快 对 我们已经知道要怎么写这篇报道了 感谢您的帮助 慢走啊 猪龙小哥 说说你的想法吧 你们还记得游戏开始前 那几句诡异的台词吗 死了一个男人 尸体埋在坟墓 没人找到灵魂 死了一个男人 多了一个恶魔 少了一座小镇 结合我们刚才所得到的信息 后三句所指的是患者汤姆索勒斯 因为人体实验的原因 他变成了恶魔 黑水阵也成为了不祥之地 而前三句 指的很有可能就是约翰 没错 所以咱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让我考虑一下 我有个建议 先找到约翰的灵魂 这样我就能回溯出更多的画面 找到幕后真凶 既然如此 那事不宜迟 咱们马上出发 我有个建议 先找到约翰的灵魂 这样我就能回溯出更多的画面 找到幕后真凶 既然如此 那事不宜迟 咱们马上出发 给 鲁龙先生 你给我一把铲子干嘛 当然是去挖坟 咱们这么做 是不是对死者有点大不敬啊 西方人 不讲究这个 还是说你想永远留在副本里 我可不想 别啰嗦了 赶紧挖 这什么破木呀 挖了半天 怎么还没看到棺材 不好了 出去 别激动 慢慢说 木地周围 出现了很多鱼 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刚刚 没有任何征兆 银头 开 看不出任何信息 这些东西不是鬼怪 大家小心 鱼天场我们靠过来了 别过来 别过来 我的头 好疼啊 他什么情况 没有外伤 是精神攻击 我们该怎么办 动手 降魔符 这些家伙是纯粹的精神体 俘虏对他们无效 那就试试这一招 黑炎 去 对 先生 那边又来了一大批 这么打下去不是办法 要尽快找到源头才行 我知道源头在哪 你知道 就在那棵树 右边的第一个树杀伤 你能看到他说的东西吧 看不到 既然发现了我 那就都去死吧 你的废话太多了 法蒂莱奥医疗中心 第十一号试验品 能力 精神震撼 看来我们推测的没错 这个医疗中心 就是恶灵诞生的地方 只可惜 没能找到约翰的灵魂 啊 约翰的灵魂 不就在那儿吗 真的有一缕残魂 苏梅 你是怎么提前发现那个女鬼和约翰的 不知道 就是一种感觉 我 我不会是被恶灵感染了吧 放心 玩家是不会被怪异扭曲的 至于你为什么能感知到他们 我就不清楚了 是你正在觉醒某种感知系的能力 首次参加游戏就能觉醒能力 还真是让人羡慕啊 恭喜你啊 宋妹妹妹 小刀 接下来看你的了 明白 她是要把约翰的灵魂吃了 准确地说 应该叫做灵魂同步 通过吸收灵魂 让残魂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这就是小刀的能力 灵魂如何 只能持续一分钟 抓紧时间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唤醒我 我们是超自然收容组织的密探 准备去除掉害你丧命的恶灵 希望从你这儿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不 不要靠近那家伙 否则 你们都会死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们刚刚已经除掉了一只 叫实验体十一号的恶灵 你们搞错了 恶灵从来就只有一个 就是汤姆索罗斯 其他实验体都只是听命于汤姆而已 什么 你的意思是 汤姆索罗斯可以操纵其他实验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们对他进行了很多实验 还没有等有所发现 那家伙就没命了 也就是说 汤姆索罗斯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向你们复仇 没错 他要报复所有人 包括我们这些参与实验的人 和把他送进医疗中心的证明 没有人 没有人能够逃脱 他要报复所有人 包括我们这些参与实验的人 和把他送进医疗中心的证明 没有人 没有人能够逃脱 也就是说 现在的黑水阵 可能还存着大量被汤姆索罗斯操纵的灵体 离他远一点 那家伙 就是个疯子 时间到了 灵魂已经染尽 不过我倒是看到了他的死因 草姆通过长期的折磨 佔据了约翰的肉体 所以才会出现那种诡异的自杀场地 恭喜你们已调查出约翰的真正死因 主线任务发生变更 支线任务已开起 请玩家量力而行 先生 这个汤姆 会不会是主教级的怪异啊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 他只能通过实验来制造怪异 所以最多是骑士级 我们能对付 但现在黑水阵存在着数量不明的实验体 以及可能被支配的居民 如果我们贸然进入 必定会陷入一场苦战 我只要有一份十三区行动部队的调令 让他们来帮忙撤离居民 清空黑水阵应该不是问题 调令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难道说人安局已经可以操控原罪游戏了 不好意思 诸葛先生 这是机密 大叔您好 我找理查德警官 理查什么 理查德 什么查德 理查德 理什么德 算了 您忙吧 我自己去找 好嘞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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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兄弟 你怎么来了 你来得正好 我有要事要和上面汇报 需要你帮我联系一下 你要汇报什么 你误会了 和钱无关 我是要你帮我联系一下十三区的负责人 十三区 那可是特别行动部 你不能采访他们 你只需要帮我打个电话 再把这个拿给他们 他们自然就会过来了 你确定这不是个玩笑 当然了 我的好兄弟 主龙先生 你的行动调令是从哪里获得的 怎么 调令有问题 不 调令本身没有问题 但我已经确认过了 根本没有人下发过那份文件 所以你最好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这样还能少坐几年老 威廉先生 没必要在这儿吓唬我 我不过是想处理黑水针上的恶灵而已 你们十三区的工作 也是负责调查和解决超自然现象 换言之 我是在替你干活 你应该高兴才对 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来自于另一个世界 只有解决了恶灵 我和我的同伴才能回去 我并不是没接触过平行世界理论 但你如何证明自己的话 我照有一块特质的手表 是我们世界 用来检测超自然力量的仪器 以你们的技术水平 应该是无法知道的 如果威廉先生愿意协助我 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我要对这块表进行检测 如果的确如你所说 我会考虑你的提议 没问题 我就在这儿等你的好消息 烛龙先生 手表没问题 我们同意你的请求 那就赶紧行动吧 这种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黑水镇的居民请注意 特别行动小组将在一小时后 协助各位离开黑水镇 请各位前往小镇入口处 等待救援 感谢上帝 我们终于要得救了 报告长官 分发传单的直升机已经返航 音响车队也已经进驻小镇了 很好 小镇入口出什么情况了 已经聚集了不少居民 我们正在引导他们前往检测区 不是说协助撤离吗 为什么不让我们离开 女士 我们还要做最后的检测 请您稍安勿躁 读龙 分辨居民感染情况的工作 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 苏梅 该你上场了 嗯 这里面有三个人有问题 那个青年 那个大叔 还有读演大神 动手 给他们带上控制项圈 其余的人先送到临时安置去 是 长官 给他们带上控制项圈 其余的人先送到临时安置去 是 长官 镇子上的居民都撤离了吗 还剩下十多个顽固分子 应该都是被汤姆控制了 我会派遣一支小队 和你们一起进入小镇 捉拿这些顽固分子 但他们无法和恶灵作战 所以 最终的战斗 还是要看你自己 希望你能理解 OK 你们做得已经很好了 我们走 一百米外的小巷里 有两个人正在移动 你带一队人过去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是 没有人 快走 马上就到医院了 不好 又埋伏 报告 两名顽固分子已被抓获 我这里也抓获了一名 稍等 那边 那边还有三个 怎么了 真没想到 我们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任务 正常来说 我们在潜入小镇后 应该会同时遭到居民和怪异的围攻 就算没人阵亡 也会伤痕累累 精疲力尽 结果却成了这副场面 别跑 再不下来 我们要开枪了 毕竟天涯会只是民间组织 单打毒都惯了 但你要记住 组织的力量 才是无情大的 哼 我要是有调令 我当然也会求助组织 报告 抓捕任务已经完成 请竹龙先生下达新的作战命令 后面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你们抓紧车离小镇 是 所有人准备车离 这群人挺好用的 干嘛让他们走啊 他们也只是普通人罢了 想要解决汤姆 但我还得靠我们自己 金刚 去把大门砸开 好嘞 金刚护蹄 给我开 苏梅 你跟紧我 这里面好黑啊 什么都看不清 小心 大胆入侵车 竟然妄图阻止汤姆大人的计划 你们必须受到惩罚 口气真不小啊 但你们忘记了一点 垃圾聚集的再多 还是垃圾 下一个是谁 混沌 吃我一招 速度太慢 你也可以死了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我不需要 我也不用 你们别过来 最后这个怎么处理 交给小刀吧 让他练练手 实验体已经全部消灭了 但是我还在进行中 看来汤姆的本体 并没有混在其中 苏梅 我知道了 那边箱子后面有条隧道 镜头有个很强的能量源 应该就是汤姆索罗斯 真的有通道 走吧 先生 这些标本待会儿 会不会醒过来 都是些没有灵质的东西 就算醒过来也不碍事 能量源就在这扇门的后面 好 你往后退 让我来 结尾请稍等一下 这台手术我马上就做完了 别白费力气了 你外面的那些帮手 已经全部被我们解决了 帮手 你太看得起他们了 这些不过是我为了迎接主人 而制作的奴隶罢了 迎接主人 对 迎接伟大的灾恶之神 考斯大人 他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灾恶之神我倒是听说过 可那是另一个副本啊 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我的腿好像不受控制了 我也是 不好 我们中毒了 嘿嘿嘿嘿嘿 你们自以为抓到我了 其实 是我抓住了你们 嘿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 我丢了你 你们自以为抓到我了 其實 是我抓住了你们 现在 又多了五个实验对象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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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可不打算成为你的试验品 你竟然没事 我也很意外 你的毒气为何对我没有影响 不可能 这可是主人刺下的药剂 没有人可以反抗 除非 你就是主人 要找的那个人 他找我干什么 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知道 我的使命就是找到你 以我去写 作为指引 降临吧 考斯大人 你 你这是干什么 接受你可悲的命令吧 警告 检测到天灾极怪 已正在入侵复本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就是那个冥定之人 冥定之人 什么意思 把身体交给我 你就明白了 做梦 正在尝试驱逐怪异单位 副本屏障重构中 当前进度百分之十 白虎 白虎 竟然敢违抗神的意志 我 清醒点 好可怕 一个眼神就差点把我毒射了 还好有名义娘娘 副本屏障重构中 当前进度20% 副本正在重构 得想办法撑过去 黑炎 吸 妄图拒绝神丹子 花 怎么办 身体动不了了 检测到宿主的生命受到危险 是否立即开启功德屏障 是 功德屏障已开启 功德之持续消耗中 居然还不知悔改 放 已消耗功德之500亿点 副本屏障重构中 当前进度60% 都是我小看你了 今夜 你消耗功德之4000亿点 系统 给我快点啊 我的功德只够扛两下了 副本屏障重构进度80% 正在尝试驱离怪异 不 结束了吗 还没完 永远地承受折磨吗 折磨 什么意思 系统 打开个人信息面板 你正处于灾恶信标状态下 信标会不但为寄宿者招来灾难 直至其肉体与灵魂完全湮灭 由于汤姆索罗斯已消失 本次副本任务自动完成 恭喜各位玩家 恭喜你个头啊 不仅损失了一半的功德值 还被怪异标记了 这次可是亏大了 算了算了 再怎么抱怨也没用了 还是先把他们弄醒吧 苏梅 能听见我说话吗 丑龙哥哥 我刚刚怎么了 你吸入了一些毒气 所以昏倒了 怎么回事 睡了一觉 任务就完成了 肯定是烛龙小哥的功劳 你一个人就把汤姆给干掉了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他是自杀的 这个场景真的是自杀吗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他是自杀的 这个场景真的是自杀吗 真的 他跟我说了两句话之后就自杀了 那您可真厉害 好了 小刀 这种事情不要打听得那么细 烛龙兄弟 你有兴趣加入天涯会吗 我可是已经加入人安局了 无妨的 我们的会员里 可是有不少人安局的朋友 这样做不违反规定吗 当然不会 天涯会从不强求会员做任何事 所以加入进来 对他们并没有坏处 作为最大的民间组织 天涯会在信息和人脉方面 还是有些门路的 希望你能考虑下 名片我收下了 不过会不会加入你们 我还是要问问上面 应该的 等你考虑好了 随时可以联系我 各位 后会有期了 恭喜你已经通关B级副本 厄约当空 结算商城即将开启 才B级 看来击退灾恶之神的功劳 是一点没给我了 由于您成功帮助黑水镇居民撤离 购买权限提升20% 商品新增如下物品 万灵药 可完全质疑玩家受到的肉体伤害 仅能在原罪游戏中使用 完全治愈肉体伤害 这可是好东西啊 先来一打 该物品为特级恢复道具 您的当前权限 仅可购买一件 嗯 行吧 一件就一件 技能轮盘 可随机抽取一项技能 该技能在现实世界同样有效 每次抽取时 需再次支付5万元罪币 最多抽取三次 抽奖 我喜欢 先来一发 恭喜您购得阴桐 由于您已购买过此技能 阴桐等级由初级提升为中级 15万元罪币 就买个技能升级 好像有点亏啊 再看看别的吧 厄灵精华 汤姆索罗斯留下的结晶 隐含怪异能量 具体使用方式未知 嗯 这东西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用啊 不过既然蕴含怪异能量 应该可以献给明目娘娘 买了 即将回归现实 倒计时 三 二 一 主任已回归 大家做好准备 接下来我们要对你进行简单的询问和检测 希望您配合 明白 你的真实姓名 呃 楚希 你的联络代号 记忆清晰 精神状态稳定 人格身份已确认 感谢您的配合 请签字吧 好 嗯 我去 警告 检测到突发的怪异之力 呃 如果我说这只是倒霉不是怪异 你信吗 竹龙先生 请带好您的个人物品 立刻和我回总部接受全面检查 你再想想 还有没有漏掉的细节 你都问了我八遍了 真的没有了 小希呢 她怎么样了 喂 伯伯 我在这儿呢 你感觉怎么样 身体有没有什么不适 没有 一切正常 就是运气变差了 啊 那就好 那就好 打搅几位了 检查结果出来了 竹龙同志一切正常 另外这些是白教授需要的资料 多谢 白教授 资料到了 您可以开始了 竹龙同志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 我们在数据库中进行了比对 符合描述的怪异 只有一个 那就是宰恶之神 卡欧斯 灾厄之神 那是什么东西啊 通组定说 就是温神 这里还有一份 关于卡欧斯的游戏情况报告 那场游戏 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伦敦 灾厄教团 正在准备召唤卡欧斯的仪式 按照任务信息的描述 一旦卡欧斯降临 灾难就会层出不穷 那场游戏 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伦敦 灾厄教团 正在准备召唤卡欧斯的仪式 按照任务信息的描述 一旦卡欧斯降临 灾难就会层出不穷 这一点 倒是和你身上灾厄性标的描述 是一致的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可以破除卡欧斯的标记啊 目前没有 关于那个副本只出现过一次 后续再没有其他玩家进入过 所以没人见过卡欧斯本体 你是第一个 不过 小夕啊 你可是目前唯一一个 接触天灾机怪以后 还活下来的玩家 说实话 我都有点羡慕你了 说实话 我也真想把这个机会让给你 关于这个标记 就真的无计可施了吗 有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这是什么 平安符 也是我们的同志 在游戏里面获得的奖励 可以用来抵消灾祸 应该可以让你的运气 回到正常水平 唉 太好了 如果一直都在走梅运 万一哪天出门被车撞 那可就亏大了 不过 这东西也有两个缺点 第一 它的品阶太低 无法长久与灾恶性标抗衡 一旦碎灵 你就又会被灾恶笼罩 明白 这玩意儿只能保我一时平安 那第二点呢 它要钱 啊 要 要钱 对 而且不是普通货币 你可以考虑用原罪币 或者其他游戏内的道具来支付 这个好说 你看这些够吗 不够的话我还有 轻心丹 金疮药 隐身服屈魔斧 小夕 这么多道具 你是怎么得到的 详细解释起来太麻烦了 总之就是我父母的遗产 说到你父母 我刚好也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你找到他们了 还没有 你先看看这个 翻到底三页 看一下那个拍屏 原罪信标 寻后可立即开启一场原罪游戏 等等 这个信标上的图案 没错 那正是你父亲留下的标记 我父亲为什么会制造这种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啊 可目前所有的信标上 都留有你父亲的标记 正是因为这个 你父亲的档案 才会被打上一次叛逃的标签 希望你能够理解 偷看档案的事 封信子跟您说了 还用他说吗 以那个丫头的性格 在发现有两个猪笼之后 肯定会忍不住偷看的 所以这是您故意安排的 我可没有这样的权利 这是局长的想法 也是对你的信任 希望你不要辜负他 刚刚你看到的原罪信标 三天后会在江城的黑石商会进行排卖 明白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拿下信标的 不是你 是我们 这次行动我是组长 对了 我还为你和清林申请了住房 为了保证处席的安全 也为了你们能更好地了解地方 等你们从江城回来 就可以同居了 同居 嗯 那个 老一辈人就是爱乱牵红线 我回头一定好好跟白伯伯说清楚 每个小队成立后 都会申请一栋三层小楼 这是惯例 不是你想的那种同居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我就说嘛 而且我并不反感白教授的安排 你说什么 你家到了 下车吧 唉 季清林这家伙 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 不过和一个美女同住 我总归是不吃亏的 对了 上次购买的恶灵精华还没用呢 娘娘 这是给您的贡品 感谢您在副本中救了我 这金华里门的恶灵还真不少啊 全能全吸收了 可真够能吃的 大胆 我去 娘娘 您醒了 全能全吸收了 可真够能吃的 大胆 我去 娘娘 您醒了 小子 要不是看在你多次向我纳贡的份上 我定要致你一个大不敬之罪 哈哈哈哈 多谢娘娘开恩 我以后还会再给您贷贡品的 哼 算你小子实相 嗯 你身上为何会带有灾恶要挟之气 难道你小子是邪修 不不不 娘娘您千万别误会 这邪气是那个大眼睛给我种下的 我想摆脱还来不及呢 原来如此 你去多寻些贡品回来 等我法力恢复之后 本尊自会帮你解除 多谢娘娘 不必多礼 你退下吧 是 没想到娘娘还能解除灾恶标记 真是意外之喜啊 你们两个 到底谁是真正的阿祖 队长我是 昨晚咱们一块喝过酒呢 队长别信他 是我福利回家的 该死 神医外形完全一样 连记忆都一样 根本分不出真假 队长你信我呀 队长我才是真的 死亡谜题作答时间 剩余一分钟 可恶 你是假的 真是可惜呀 你又猜错了 混蛋 就此 别白费力气了 从你答错的那一刻起 你就已经杀害不到我了 想报仇的话 就再带点人来吧 哈哈哈哈 混蛋 报告 怪异收容失败 第七小队仅存一人 静言幻境已经降临48小时了 为什么还没有被收容 我们已经尽力了 第七小队为了完成任务 几乎全军覆没 我不想听伤亡 我就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收容 不如让我的人试试 你准备让谁去呀 你休养吗 猪龙和青鸟正好在前往江城的路上 这种动脑子的事 他们应该比较合适 有家孤儿院 你已经连续资助两年了 为什么 积善积德嘛 说不定来世可以投个好胎 看不出来 你居然还信这个 总部的信息 是任务 总部可真会使唤人 出差的时候还要咱收容怪异 能把任务拍到我们这儿 就说明江城的收容小队已经失败了 千万不能答应 愿委 我是青鸟 我需要本次任务的全部详细说明 青鸟姐 详细说明你可以到江城询问参与收容的理查 我也是刚接到通知 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信息 不是吧 居然连理查的小队也失手了 对方是主教级怪异 他们失手也是情有可原 但从失控的情况来看 这个怪异的破坏力并不强 好的 我知道了 有问题我会再联系你 两位好 我是江城分局联络队队长张剑 张队 你好 闪开 两位 下午好啊 雨查 你疯了吗 这可是来支援你的人 我当然知道 我只是想试试他们的身手 不会闹出人命的 鬼神 好快 你躲得也不慢 我可不只会躲 看招 黑炎结火 你不是个新人吗 怎么会觉醒黑炎结火 知道怕了 怕你个头 竟然能撞碎我的结火 很好 是一个值得我认真对待的对手 来痛快地打一场吧 很好 是一个值得我认真对待的对手 来痛快地打一场吧 不好 腰包走了 快 神像支援 封锁车阵 慌什么 别叫那么大声 我还没失控 蠢货 快给我 滚回来 这是什么情况 李查在某次游戏时 与副本中的恶魔签订了契约 虽然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但精神也变得不太稳定 青鸟你少啰嗦 我能控制住自己 那为什么 还会和我们打起来 哼 这只是个测试 要是实力太弱 那就只有送死的份 那你认为测试结果如何呢 哼 姑且算你通过了考验 二位 对不住啊 李查他没有恶意的 没关系 你抓紧办证事吗 这就是我们本次行动的目标 静眼 最后一次观测到他时 他使用的还是第七小队阿祖的形象 你的意思是 他可以复制他人的外形 不只是外形 就连能力技艺也可以复制 他就像是一面毫无死角的镜子 能把一个人完完整整的复制下来 所以 如果你们太弱的话 他复制了我 你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是刚刚的比试 好像是我赢了 你就不怕他复制我 臭小子 我刚刚可是让你的 是吗 我怎么没发现 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 张队 按照你们的说法 这个怪异应该更适合单人讨伐才对 为什么还要组队 因为这个主教级的怪异 除了复制 还拥有瞬移和死亡谜题这两项能力 当进入领域的人数少于两人时 他就会立刻发动瞬移逃离 至于死亡谜题 这个我来说 他会通过复制能力轮流变成所有进入他领域内的人 再指定某人去分辨真假 只要有一次猜错或者超时 被复制的人就会立刻死亡 那如果全部猜对呢 应该就结束了吧 但目前还没有人全部猜对 我也不敢保证 倒是个棘手的怪异 带的人太少可能无法收容 带的人太多又会增加伤亡的概率 所以我有个办法 你和我一起进去 谁被复制 谁就去和自己的复制体拼命 另一个人找机会把两个人同时干掉 确保万无一失 这就是你在车站对我出手的原因 没错 我要确认你有杀死我的能力 上面也同意了 不 还没有上报 这是理查的个人想法 不过也确实是最快速的解决方法 怎么样 有没有胆子和我去赌一把 这种做法太极端了 我不能苟头 去 胆小鬼 比起一定要死一个 我倒是有个可以全身而退的思路 那 那 就是幻境入口了 我们已经封锁了周边 你们可以按计划进行 你确定如果复制了你 我能分出真假 放心吧 肯定没问题 但如果他复制的是你 我可就没办法了 那更简单 我来创造机会 你想办法把我和他都杀了 各组注意 静眼幻境已经生成 二次收容开始 选择吧 谁才是真的 复制的不是我 有点遗憾啊 理查 看你的了 去死吧怪异 你才是怪异 万月斩 混蛋 竟敢偷用我的技能 静眼 你的复制确实很完美 不过虽然我判断不出真假 但只要我同时攻击两个人 你就完蛋了 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嘛 赶快动手 原来这家伙打算跟我同归于尽 那必须换个目标了